有一个无业男子偷开了女朋友的车 自导自言卤车勒熟 就被侦办的远景试破送办 最新的情况请记者张俊栋来告诉我们 这名身穿雨衣的男子就是带着备份钥匙 把女友的车开走偷藏起来的诚信男子 他因为没有职业又缺钱 结果居然要骗钱把歪脑筋动到女友的身上 带着女友的车辆备份钥匙 把女友的自小客车开走藏起来 接着自导自言整个乳车勒熟的情况 甚至还假好心陪着女友去报案 但是警方眼尖试破 当场逮人我们来听一段稍稍访问 传个简讯说他被乳车勒熟 说需要12万块 那他跟歹徒做一个 以家之后 好像是以9万块付款这样子 对他当初都是这样跟他女朋友骗的这样子 这名男子缺钱花用居然把女友的车藏起来 最后在上演乳车勒熟的桥段要敲诈女友 结果他传的这个简讯当中 甚至还告诉女友说车辆在他手上 希望他赶快传至少30万的赎款过来 才能够赎回自己的爱车 但是这名女子不放心报案了 结果让整起案件泄底 这名男子还多次的出现在交车的现场 结果引起警方怀疑 最后试破这名嫌犯的伎俩 一气道以及恐吓取材最嫌来送办 这是目前问题掌握在台中的最新情形 把时间镜头交换碰的直播